主席,我们请郭主委好吗? 主委您好 蔡元总 我想刚才听了很多委员的这个咨询 其实跟我要咨询的内容其实没有很重复的地方 只是我刚才听了以后几点想跟主委表达一下 请主委特别注意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联电案 您刚才讲这个调查是属于经济部的 其实经济部只是调查有没有违法大陆投资 那至于就是说它有没有涉及到背信或对投资人 或是对股东的这些是尽管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我想在这个时候的发展 我觉得背信这个部分可能已经是一个全案的重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就是财产信托的问题 那我觉得不动产的部分当然是财产信托是有它的 我说是觉得没有那种必要 但是有一些流动性的资产 比如说证券或者是其他方面比较流动性资产 我觉得错付信托 虽然法律上没有要求 那事实上我觉得不论是主委也好或者是委员也好 都应该给他多一点考虑 可不可以请教蔡文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是承诺这个担任的期间都不动的话 还需不需要信托 你是法律专家 我觉得不动并不表示说你没有这个不当的得力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事实上对委员也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 因为你的财产的经营等等 你不能在任职的期间不能经营 你倒不如给别人经营 你不能不自己经营 那不动的话 或许个人会觉得是说 不错啦 但是我是觉得是说 可能对委员来讲是不太公平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委员有一些意见 所以我们内部会讨论 对 谢谢 所以不动不一定对委员是公平的 那我今天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主要的还是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有一阵子了 那我相信就是说金管会也有很强烈的立场 就是说这个金管会的独立性的问题 以至于他的政策权的问题 那我曾经单位过公平交易委员的委员 那他的机构属性上他也是一个独立机构 但是他在行使他的独立的机构的职权的时候 真的就碰到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你怎么样维持你自己的独立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在你维持你的独立性的同时 你不能够跟其他的政策 其他的国家的整体面的政策也好 或者个别的政策也好 产生干戈嘛 所以这个独立性的维持就变得很重要 那个法律里面讲是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嘛 那换句话说依什么样的法 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去行使你这个独立的职权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其实很多的时候他是个案的时候他会出现的问题 但是其实在整体的政策面上 其实还是有很多原则是上代发展 那我现在是想请问一下主委 就是在机构的独立性上 不论是政策的独立性上面 或者是说在个案处理的独立性上 那么主委您代表 您或者是说所有的委员会的委员 他所持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 您是法律专家 我只是根据金管会过去八个多月的印作 来给您做个报告 我想独立机关最主要成立的目的是 独立以政治的干扰之外 并非独立以行政院或立法院 因为立法院对我们是更重要 对于法案的推动 议算的审查监督等等 是立法院 所以目前我们的印作是 第一个有任期制你了解 然后我们是采合议制 重要决策都在委员会做决定 是委员会 我觉得您刚才讲 就是独立性 主要是独立于政治之外 我想不论是什么机构 只要是专业机构 他都是独立于政治之外 不需要等到是金管会的独立性 是独立于政治之外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说 他的独立性在于 他没有上级机关做政策的指示 而是指示 这个政策主要的是你的行程 你的思考 这本于你的 就是说委员也好 或者是机关的这个 机构的职权也好 自己做行程的政策的一个过程 所以换句话说 他不是一个垂直的 上下指挥的关系 这个我相信才是一个独立机关 他应该有的认知吗 是 我也跟这个委员报告 就是说金管会实际上负责是金融法律 跟监理政策 所以我们是一个裁判的角色 裁判角色就是说 游戏规则我们制定 那法律当然是立法院 那我们制定规则就是看 这个球员他们的 这个有没有照游戏规则来做 所以我们比较强调是 立法从官 执法从严 我们发掘的问题就是在执法上 那我目前并没有监管任何一个球员 我了解你的立法跟这个执法的问题 可是立法跟执法之上还有政策的问题啊 政策问题我不晓得有没有比较明确一点 我请教主委好了 所以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来看 说金管会他要执行的是什么政策 就监理政策 只有监理政策吗 监理政策 因为照专业上金融政策定义很难定义 只有日本做过金融政策的定义 他的建议中包括货币政策 支付系统以及这个信用外汇 那这个比较相关事实上是在我们的中央银行 那至于日本现在也把财政部以前叫大帐省所监管的这些事情 现在化分为财政省跟这个金融厅 那监理政策它最重要指标是什么 它的原则是什么 健全金融事业的经营 然后当然保护这个投资者的权益 协助产业的发展都是在里面 好那我想我想请教一下 您这些都是所谓的上位政策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请教一下 在这个时候你在执行这些监理政策的时候 你在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产业协助产业的发展 或者是说协助金融业的发展等等 你现在现在这段哪一个是最优先的 金管会有三个优先 最优先是维持金融的稳定 维持金融的稳定 所以我们跟中央银行有每一个业的金融联系会议 第二个我们是属于这个 所谓的金融改革 所谓的在除弊心理这方面 第三个就是协助产业的发展 加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 这三个是并重 当然最重要这三个的过程都是要重视消费者跟投资的保护 对那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冲突金融委定 你现在显然发生问题吗 今天中国时报讲的是说金融主管机关讲说 我们现在是重值比重量 那你现在你在意的是市场的规模 还是市场的这个 这个没有冲突 因为过去一二十年来我们金融市场累积的问题 就等于一部车子开久了 螺丝松掉了 我们现在把这螺丝栓井 并不是叫车子不要开 所以你螺丝栓井的过程中 你的市场的规模的缩小 或者是没有办法扩大 是你觉得在这个阶段是可以牺牲的 或者是可以忍受的 我觉得过度时期是要让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恢复 这是最重要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阶段 你扩大市场的规模 不是你的 扩大市场规模还是我们要做的 但我们是种植 而不是要过去重量 这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意思现在是种植 翻句话说市场的规模的扩大是在其次吗 不 这不只是台湾 我想这是全世界资本市场共和的意见 那可是在你今天的报告书里面 你也讲到国际版的问题 是 你也提到说这个国际资金引入的问题 是 那这些都是属于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市场规模扩大的问题 是 那我再想请教您 就是说您刚才讲的是值跟量之间的问题 但我们在值跟量之间的考虑的时候 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所谓的值是什么样的值 不值 基本上我们是觉得 很重要的是 第一个 呃 所谓的会计制度 一定要透明化 公司治理 还有就是 那个充分揭露 还有一个经营者的 诚信 常常发生问题 你说博达案这些都是算 博达案是63亿啊 讯点是44亿啊 这个都是非常大的金额 那在金管会成立的前后 这让我们在处理过程 除了我们专业团队的建议之外 让我们深深体会 投资者跟消费者的保护 是当前最先的课题 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良善 其实四个人 四个方面都有责任 第一个是主管机关要有责任 第二个是责任 投资人自己要有足够的省觉 但是我们一定要教育跟宣传 对投资者 投资人他有足够的省觉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上市的公司 也就是股票 发行股票的公司 他自己有良善的这种 公司的治理的能力 以及有不同一定的这种 揭露的义务 那第四个就是说 他这个辅助上市的这些 比如说证券公司 或者是这些专业人员 责任要加重 那这四方对我来讲 其实都有各有各自的责任 我们不希望看到 就是说 在一个市场发生问题的时候 把所有的责任 放在一个个别的 一个部门里面 比如说你现在 部门发生的问题 你会不会对会计师 或者是对律师 有过重的职业的风险 因为他可以发现 这些问题的能力 是不是存在 那你现在的法律的结构 是不是能够 让他足以承受 这么多的责任 我觉得就是说 你要加重他的责任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 他有没有能力 去承担这个责任 谢谢委员的指导 事实上我没有注意到 之前我只是跟委员 报告就是说 第一个会计师法 我们二十六年也没修了 所以全责不明 第二个 当我们处分会计师的时候 我们应用的是证交法 那处分并不重的 在国外是重很多 我举一个例子 你就想要 但个案我不谈 如果一个会计师 查账 连去韩查证 韩证都没去做的话 该不该说是他失职 这我可以了解 如果说他是很明显的 是 过失的话 那个是没有问题 我只是说 当我们在 把这个市场的风险 的管理 责任分摊 在这个 世主人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 这一些责任的分摊 以及他负担责任的能力 那我也跟委员报告 实际上在过去八个年 我们举办很多 很多场的工庭会 特别跟会计师 我们有 大概不下十一场的沟通文 谢谢 我想再回来 这个独立性的问题 因为又牵涉到 跟财政部的全责的问题 我觉得机关之间 之后对职长的这种争取 这个是一件事情 我觉得倒也不是机构之间分权的问题 而是在于就是说 一个机构他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来 发挥这个功能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把你的独立性完全表现出来 那么不受其他的 你知道政治也好或者其他的上位的政策机构的影响的话 那么同时你又可以跟其他的相关的 比如说产业主管机关或者中央银行等等 有良好的沟通跟协调的机制的话 我觉得把它集中在一个机构里面 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我们怕的就是说 你太强调你的独立性 以至于造成政策协调的不足 以至于整体的政策 需要移到其他的机构里面去 所以这个只是要不要集出去 只是在一面之间 就是说你怎么样维持你自己的独立性 同时你要维持你自己的独立性 谢谢 谢谢蔡委员 这个龚主委要多请教蔡主委